很衷醒了 姐 妳是怎樣啊 睡那麼久 嚇死我了 妳知道最近妳這樣忙嗎 我以前都睡不夠了 痛什麼 我在醫院 對 妳在醫院 所以妳先乖乖躺著 等醫生說 確認檢查結果沒問題 再讓妳下床 我為什麼會在醫院 不然妳以為妳在哪裡 我在家 在我的房間 我認識你嗎 老念慘 不要鬧了 我們都很擔心妳 我沒有鬧 我明晚上還在跟設計師 確認今天工班進行的時間 然後就睡了 我怎麼一下起來就在醫院 妳昨天住在我家 我們今天早上還一起上班 還一起請握車去海邊玩 記得嗎 我為什麼要住妳家 為什麼要跟你一起去上班 妳是她的特助 她是妳的老闆 妳在說什麼 我不是才剛辭職 去建工面包裡的裝潢 我怎麼可能是這個人的特助 姐 妳說 我明明白天還在跟設計師 討論有其的顏色 我怎麼可能 怎麼了 妳想起來嗎 我的頭髮呢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把頭髮剪掉了 怎麼可能 好了 金晨 不要這樣哭了 妳才剛出院 妳這樣對身體很不好 我的頭髮不見了 清晰也不在 才過一個晚上而已 我什麼都沒有 清晰沒有不在 是妳帶去關家陪妳了 我不懂 我為什麼要去住別人家 害怕清晰帶過去 因為妳跟關恆瑋 現在是情侶 情侶 對 所以 太快了也太刺激了 好 講慢一點 好 我 不要不要慢 說快一點 我跟她為什麼是情侶 我 我 我 是假的 妳是女扮男裝 跟她假扮成情侶 女扮男裝 太誇張了吧 我怎麼可能會像男生 就是說 我明明把女兒生得 漂漂亮亮的 身材又好 想到出青春期發育的時候 我每天燉補品 怎麼會像男生 所以 那妳講重點吧 好 重點就是妳 惠女扮男裝 就是為了要幫關恆瑋 逃避她奶奶安排的相親 我為什麼要幫她 因為 妳需要兩百萬 所以跟她簽了一份合約 兩百萬 我們裝潢費又增加了嗎 不是裝潢費 是我們麵包店被賣掉了 妳想買回來 什麼 麵包店被賣掉了 確定腦部沒有摔傷 或者醫學什麼嗎 絕衣不一定是外傷造成 也有可能是吸引性的 醫生問我們 靳晨最近有沒有遭遇到什麼 重大的打擊或創傷 我今天跟靳晨在海邊聊得非常開心 絕對沒有給她帶來任何打擊 醫生說人的大腦非常複雜 有時候的確很難知道原因 不過醫生你說不用太擔心 或許過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恢復了 蕙宇全 金晨晨 我們話都還沒有 沒事 蕙宇全 我就是蕙宇全 我就是蕙宇全 靳晨 冷靜 冷靜一點 妳冷靜一點 我要怎麼冷靜 我一覺醒來 我的世界全變了 我一點準備的時間都沒有 我就要被迫接受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冷靜 我冷靜不起來 我做不到 把麵包店給我回來 你先放手 有話好說 我們沒什麼好說的 除非你答應把麵包店賣給我 不然不會放手的 靳晨 你聽爸說 麵包店的事情解決了 我們會買回來的 他坐地起家那兩百萬 太不合理了 你幹嘛 沒有兩百萬 宇全不會加價 他會用原價賣給你們 是吧 宇全 是 你誰啊 講話這講話 根本動手動腳的 還靠那麼近 我叫關鴻尾 關鴻尾 關鴻尾又怎樣 關你什麼事啊 我就是跟你簽約的那個人 合約 我就是你 為了兩百萬 我要你扮男窗幫你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就放手把你請掉 快 快 趕快去安慰他 快 頭髮單臨就好了 好好幫你 現在這裡面 情緒的起伏會這麼大 梁靜沈的力氣真的滿大的 你今天被打那一拳的力道 是說是感受到的 沒想到真的會發生這種事情 記憶斷層 竟然很快四個月 從裝到麵包店的時候開始 這有好笑嗎 不好笑嗎 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 尤其是他已經為了他頭髮 哭了好幾次 有嗎 不就兩次而已 醫院還有剛才替合約的時候 他剛剛說剪頭髮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哭 是喔 你陪他一起剪的嗎 我就是頭髮而已 有這麼嚴重嗎 再留回來不就好了 真的很奇怪 你看我這麼不高興 我 我是擔心奶奶的反應 好了 醫生也說是暫時的 不會失去太久 不管怎麼樣 梁靜沈一定要趕快安復記憶 不要老是只想著頭髮而視 不是 他就是你 我還有兩百萬 然後 然後我就保重 把你寢掉了 不是 不是說你喜歡我嗎 頭髮比我重要 哥 今晚靜沈不在 要是你孤單寂寞覺得冷 我可以來陪你嗎 不需要 我一個人睡得舒服得很 不用你陪 那你幹嘛 一直看著睡意發呆 這就是我的睡意 好 你的 哥 其實在我面前 你不用逞強 我都看得出來 剛剛奶奶在問你靜沈的事 你都在強言歡笑 這種愛人不在身邊的寂寞 我懂 是皮在腰是不是